交通部观光局与美国知名串流媒体Busfeed合作的网路美食旅游节目 Worth It Goes to Taiwan 透过不同价位的美食带观众一起探索台湾 台式老店 那当然我们要符合它的Worth It特色 所以我们找了很多street food 就是夜市美食 那这个团队它很专业 我们除了推荐给它名单之外 它也会自己去做一些联系跟study 它会觉得哪一个才是他们符合的 那在经过这些交叉比对之后 然后就最后选出了这些的内容 那我相信用美国制作团队的眼光啊 它是可以代表这个客群 它觉得台湾有吸引力的地方 Worth It Goes to Taiwan 不只短时间内就获得700万人浏览 在有网路奥斯卡支撑的威比奖上 还获得多项提名造成轰动 那所以网路的平台是我们未来也会 放更大的比重去合作的一个机会 跟一个通路 那所以呢我们尝试的利用这个网路平台 找了Fast Feet 找了Worth It去拍摄 那我们发现这个回响的效果 真的很不错 那网路上有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可以一直挂在那里 然后很多人去看 越来越多 那同时因为语言的关系 它可以在欧美的市场 所有英语系的国家 都会受到相当的欢迎 所以虽然是洛杉矶的案子 但是可以为台湾在全球的市场 包括欧洲 美洲 北美其他地方 都可以行销台湾 所以我们会 将来会有机会 会再做更多的线上的宣传 那也会特别再跟这种 Fast Feet 很有特色主题 客群的清晰的媒体来合作 施召辉主任强调 肯定台湾大街小巷内 都有美食飘香 美国民众想在疫情过后 走访台湾 欢迎追踪Tour Taiwan 脸书主页规划属于自己的独家行程 东四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